威爾利特 你知道邵佐為什麼會回頭嗎? 因 為 愛 今天就來聊聊金阿妮的大作最終章 子如蘭的永恆花園電影版 我是尼歐 這是無責任心得 延續動畫版與外傳的劇情 還記得那位身重病的母親 在過世之前委託威爾利特寫給女兒 往後50年的信嗎? 如今那個女兒也過世了 故事以孫女的角度開始 在與父母親爭執後 地外發現祖母50年來收到 名為威爾利特的人偶所寫的信 開始踏上尋找歷史足跡的旅程 接著道續法回到了萊登市 尚未蓋完電波塔的年代 威爾利特依舊無法忘記少佐的事情 某次社長意外從一張信的筆記發現端倪 少佐可能還活著 故事的大肝火想說到這就好 看到這裡的觀眾想必已經看完電影 又或者你不怕被暴雷 少佐的確還活著 只是因為對威爾利特的愧疚而無法回到萊登 我們很清楚子如蘭的故事 都是從不懂事事的威爾利特的角度 去逐漸摸索理解什麼是愛 而這次的故事 該給出他的答案了 這次的主軸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重病小男孩 每天的觀眾都哭了 可見那情感是多麼的真誠 堆疊得如此濃厚 把話題說回來 男孩與少佐起初都無法坦率地表達自己的心意 人常因為面子 因為害怕暴露自己懦弱的一面 因為不想讓周遭的人擔心 因為擅自揣測他人的想法 而害怕表達自己真正想說的話 威爾利特幫男孩寫信的時候說到 因為接觸了很多人 所以我很清楚話都是兩面 人們用粗暴的話語來掩飾自己真正的自我 那個害怕不安的自我 少佐不見威爾利特 除了愧疚外我想當時的他也無法明白什麼是愛吧 但他卻給了威爾利特一個如此困難的人生課題 他找到了屬於他的答案 在最後一封信中 威爾利特寫滿了對少佐的感謝以及感情 最後寫到 這一幕我明白了什麼是愛 如果不愛的話哪來這麼多的感謝 如果不愛的話哪來這麼多的思念 之所以花了這麼長時間 透過寫信試圖去理解愛的同時 那不就是愛嗎 不論是手足朋友又或者是父母愛人 無意見的付出與努力 陪伴與傾聽甚至是加油與鼓勵 愛是那麼單純卻難以形容 難以發現更難以理解的東西 導致被人們忽略 我想不管是紫蘭蘭也好 又或者是2020這個無償悲傷的一年也好 都是在提醒著我們要把握每個機會去傳達感情 真正困難的是我們不確定下一秒我們會遭遇什麼 但我們能做到一件簡單的事 卻告訴你愛的人們 你有多愛他們 所以你問我 少佐讀完我爾利特的信後 為什麼回頭奔向正要離開的他呢 看看他們在皎洁的月光映照的海灘 哭泣著 相擁著 幸福著 一切不都是因為愛嗎